中國早上是發生危機 公佈發佈國家進步 引起政機 郝佑儀就要求 郭宏寶要在二十四點鐘裡面 作出揮影 國民的批評 香港進步的政機 創總統說 不用怕 才會感到會怕 如果落選到公佈 郭宏寶公佈相關主席 這是應該的 倒算 倒算 三個越來越來 大家聰明就見 郭敏諾的郝佑儀 到國雄拜廟正所支持 正對中國在追到發生危機 國防部發國客的進步 叫民眾注意安全 引起政機 郝佑儀批評 國客的進步是 含國的事情 又是照片的規短 要求國防部在二十四點鐘後來 回應除了是最多來 又是些人下年要發佈 真的在二十四小時裡面 要趕快回應 不知道國防部這個假信息 怎麼發佈了 一觸即發不得了的贊成 所以要拜託大家 我們要去問問國安部 問問國安單位 情出從而來 資料為什麼要有誤判 誰下令要發佈 蔡英文說大家不用害怕 他講那句話才讓我害怕 就是說 真的飛彈打來 大家當場要躲 要往哪個地方躲 大家曉得嗎 政府做什麼事情 老百姓在想說 這是不是在操作什麼 選舉策略什麼 所以這的確是 國家的根本問題 港議蘭羅東 為當今的立委 考察林辦票的 民眾黨關門店 在辦票時 他隨時落落萬利 來形容國防部 發佈進步的事件 強調 建立正常國家的第一步就是 政府是讓信任的 真正的問題是在國防部 哪會換不到信息 真正那從他打過來時 大家要買美的哪裡去 對華海這期國防部的進步 引起民眾的怕陷阱 蓋著三個的政議 拉清立來做回應 搭載人造衛星的火箭的路線圖啊 的確是有飛越台灣的屏東跟台南的上空啊 所以國防部一方面 基於人民有資的權利 公佈這一個訊息 這是應該做的做法 拉清立強調 中國所發生的危機的路線圖 憲使 比較有飛越台灣南部的提電 國防部公佈相關主席是應該 拉清立吹著 到台灣繼續吹票 坐車掃過百票 記者綜合部讀